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人不能够自救 应该被救 然后还讲了路德这样一些教育 对宗教教会 起了很大的作用 因为路德提倡 荣耀上帝 路德提倡圣经的权威 这样就取消了人和上帝 之间的中介就是教会 那么人可以直接的 和上帝沟通 那么我们现在就继续讲下去 那么人 这样像能够 可以和神之间接近 那么主要就是 刚才讲了那么一个问题 就是路德这个体倡 是拉开了人与神的距离 还是拉近了人与神的距离 那么从宗教上 从精神上来说 路德是拉近了人与神的距离 那么从世俗社会上 那个角度来看 路德是这样不成了一个重要的概念 这个概念叫做人见天国 那么既然路德说人间天国 也许是个很好的愿望 但是不大可能实现 或者根本不可能实现 那么这样路德就认为 在人世间里 建立一个人间的天国 是不大可能的 那么这方面 路德就在人间和天国之间 划出一个严格的界限 甚至路德认为 人是一个低等的存在 不可能是理解 比他更高的存在上帝的计划 所以上帝在这一点上 是因为他比较高等 所以人是不可能理解的 那么这样一来 似乎就是拉远了人与神的距离 但是路德的那个音信称义 这个学术 他根本的目的 还是要把人变成一个义人 让人和神有第二次相遇 第二次相遇 人又回到神那里去 做准备 那么既然人不能知救 那么就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那么人怎么才能被救呢 那么人怎么被救呢 就要提到一个重要的概念 这个概念叫做上帝的慈悲 所以这个词呢 叫英文叫grace grace呢 我们完全可以把它翻成 叫做恩惠啊 那个恩赐啊 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翻译 还是翻成慈悲比较好 grace就是慈悲的意思 上帝怎么来对你进行救赎呢 怎么来救你呢 主要就是上帝对人慈悲 那么对于这个慈悲呢 我们来不妨谈一谈 怎么才是慈悲呢 如果一个人很好 你对他慈悲 那就是一般人的慈悲 但是上帝不是这么看问题的 上帝觉得你这个人不好 我觉得你也要产生一定的慈悲 主要的问题就是看你信仰 还是不信仰 这样来解释呢 你就理解上帝的慈悲呢 比人通常所说的那个慈悲呢 他的范围要来得宽广 而且来得更加的伟大 那么首先 这就涉及到对一个基督徒的理解 基督徒能不能自己消除罪呢 路德认为不可能 这就是第一个要点 不可能自己消除罪 因为人有罪性 所以罪就是永远犯罪着人的一生 你想忏悔 你想赦免自己的罪 不可能 因为你每天的行为 还在继续的导致你不断的犯罪 你不仅有原罪 还有现在犯的罪 说不定将来你还会犯罪 反正你活一天就会犯一天的罪 所以呢 这样一种情况下呢 人不大可能改造好 那么人不可能改造好 怎么谁能帮助你呢 只有上帝帮助你 上帝怎么帮助你呢 主要就是上帝对你还是慈悲的 那么上帝用什么方式来帮助你呢 用的方式就是上帝给了你一部圣经 上帝也给了你一种 直接和他沟通的一条途径 那么你可以通过圣经 可以祈祷 可以通过直接和上帝沟通 你能体会到上帝对你的慈悲性 那么你 你怎么能体会到你和上帝的慈悲性呢 主要你和上帝结成一种关系 上帝对你很好 你相信他 你也相信上帝给你的学说都是对的 你对他也接受 这样一来呢 你就越信仰 越能接受上帝的慈悲 你越相信上帝对你是好的 这是路德说的第二个意思 慈悲的第一个意思 就是上帝的慈悲性是非常广泛的 慈悲的第二层意思 即使你有一定的缺点 上帝还是对你慈悲的 而给了你很多和他相遇的机会 第三个 含义是什么呢 就是你假如相信了上帝 你就会不断的改好 使自己呢 行为 思想 越来越纯洁 越来越像一个真正的基督徒 那么马丁路德说 马丁路德呢 说过这样一句话 他说呢 那个做好事 不能成你 不能使你成为一个好的基督徒 但是好的基督徒 一定会去做好事 同学们能够理解这样一个意思吗 就是一个人做好事 不能帮助你灵魂得救 也不能帮助你成为一个义人 但是你每天在读圣经 每天在和神接近 每天在接受上帝的慈悲 那你就会变得越来越好 所以上帝的慈悲 也是转化你的一种力量 使你变得越来越好的一种力量 这就是路德要说的第三层意思 有没有第四层意思呢 也是有的 第四层意思 就是说 你不是一个义人 但是上帝的最大的慈悲 就是还把你算成一个义人 既然每个人都有身上那么有缺点 那么你最后去和上帝相遇了 那么你说 我是个有那么多缺点的人 我怎么才能和上帝相遇呢 上帝也说 你真的是有那么多缺点 但是看在你是信仰 很坚定的份上 我就算你一个义人吧 那这个意思很重要 就是你实际上还不是义人 但是上帝的慈悲 把你当作了义人 当作一个好人 这就是阴性称义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所以上帝最后的慈悲心 表现在你不是义人 他还是把你当作好人 但是作为人自己 一定要反省 说我不是一个真正的义人 我只是被上帝认为义人 那么上帝凭什么认为你是个义人呢 是个好人呢 就是看在你相信他的份上 这叫做阴性称义的含义 那么说了那么多的一些情况 我们是不是已经把事情解释清楚了 什么叫阴性称义 什么叫行为称义 什么是上帝的慈悲 假如我们已经解释清楚了 我们说这样一种宗教改革 对教会的改革 对神学的改革 它一定会带来对政治的冲击 甚至带来对社会的冲击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稍微谈一谈 它怎么影响政治的 那么对教会的冲击 肯定是我们已经谈了很多了 那么它怎么会对政治也产生冲击呢 那么这就是使我们想起了圣经里的一句话 圣经里耶稣有一句话 叫做什么 把上帝的还给上帝 把凯撒的还给凯撒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就是一个基督徒也应该向世俗政府交税 就是你不能作为一个基督徒 你不服从世俗的法律 那么有了这样一句话呢 路者就发展出他的理论了 路者发展出什么理论呢 就是路者发展出一种理论 叫做两个皇国的理论 他说一个人啊 生活在一个世界上 他实际上是生活在两个皇国里面 一个是精神的皇国 一个是人间的皇国 那么精神的皇国呢 就是教会 就是精神的信仰 他的领袖呢 就是耶稣 那么世俗的皇国呢 就是你生存的世界 他的领袖呢 就是世俗的统治者 就是政府 所以呢 这就是 马丁路德的两个皇国论 两个皇国呢 就是精神的 你直接归 耶稣领导 世俗的你要服从 世俗的政府 世俗的统治者 那么这个就是 他的两个皇国的理论 这两个皇国论的提出 有什么意义呢 那么他的意义呢 就是把人一分为二 精神方面 你要直接听耶稣的 你应该是自由的 假如政府做出一些事情 叫你那个 与那个圣经相违背的 那你应该听谁啊 你还是应该听耶稣的 你可以抵抗 你可以反叛 但是呢 路德宣扬 这是非暴力的反抗 而不是一种主动的 那种激进的反抗 就是不服从 所以 在那个精神的问题上 政府假如要加以干涉 你可以不服从 因为你是自由的 因为领导你的 那个精神世界的人 只是耶稣 只是神的人 那么世俗世界呢 就是你要服从 社会的各种秩序 世俗的统治者 是有权利的 路德给世俗的统治者 或者国王 或者皇帝 或者官员 制定了一项 比较狭隘的 一种权力范围 这种比较狭隘的权力范围 就是 那个 惩恶扬善 路德认为 人性既然有那么多缺点 肯定就是会放 很多很多错误 如果没有一个机构 去制止他们 犯错 去惩罚他们 那么人的罪会犯的越来越多 那么这个机构是什么呢 这个机构就是政府 所以路德在这一点上 认为政府主要是一个 防止能继续犯罪的 那样一种 一种机构 那么政府的官员 必须扮演好这个社会角色 必须能够扬善 必须能够承恶 那么杨上车 既然是 那个政府的主要的功能 那么人应该服从政府 那么政府应该颁布很多法律 那么这种法律呢 你都应该服从 那么这种法律呢 主要是保证 人类 有一个比较良好的社会秩序 那么你服从法律 只是服从世俗的法律 你服从的法律 和你灵魂得救 是没有关系的 但是人既然生活在一个世俗的社会里 那么你应该服从政府 那么这就是路德的两元论 另外呢 路德还提出说 人应该服从三种组织 社会组织 那么路德的两个皇国理论 和路德的三个等级理论 三个次序理论 那么就组成了路德的政治观 或者他的社会观 哪三种次序呢 一种是家庭 一种是教会 一种是国家 路德是这么说的 每个人啊 都要成为家庭的一员 每个人呢 应该成为教会的一员 每个人呢 也应该成为国家的一员 或者政府的一员 那么路德这样一个说法呢 很值得我们重视的呢 就是路德的三个次序呢 它是互相平行的 就是一个人 又要成为家庭的一员 一个人又要成为教会的一员 一个人呢 又要成为国家的一员 但是路德的这三个里面呢 它不是一种重向领导的 而是平行的 同学们能理解 平行的和重向领导的吧 比方说中国的那个哲学里面 有一种说法 叫做君君臣臣富富之子 它也涉及到家庭的关系 也涉及到国家的关系 但这个是个重向的 也就是一个人 先要做好自己修身 然后养性 然后齐家 然后才能治国平天下 所以这里面有个等级在里面的 但是路德的三个次序呢 它是平行的 也就是说 一个人成为家庭的一员 就是成为家庭的一员 成为家庭的一员 并没有逻辑说 你就应该修身养性 齐家 然后 那个 那个治天下 不是这个意思 它是平行的 平行的来说 一个人也应该成为教会的一员 平行的来说 一个人也应该成为国家的一员 所以呢 路德的这种思想呢 实际上是和他的那个职业观有关 路德的那种三个理论里面呢 涉及到 路德要能履行三种智能 履行人对家庭的智能 履行人对教会的智能 履行人对那个国家的智能 那么他从这个情况呢 这是从他的职业观上来谈的 那么那个三个 两个皇国和三个 秩序 三种秩序的这种一种 思想的提出呢 结果呢 路德以为呢 这样就能够建立起一个 比较好的人间秩序了 因为国家呢 可以帮助你 那个维持一定的政治秩序 而三种秩序呢 又可以帮助你 维持人的责任 和人的道德秩序 那么路德呢 很理想主义 在这方面呢 觉得世俗世界的秩序呢 是可以完全治理好的 在这一方面呢 路德是比较激进的 而是比较那个 比较理想化的 不能说他比较激进的 那么现在呢 我们还有点时间 我们来谈另一个问题 就是路德和当时的 其他的一些派别 比如说和人文主义的关系 以及呢 和那个农民起义者的关系呢 我们在这里稍微谈一点 路德这个思想 那个宗教改革呢 绝对在德国 甚至在整个欧洲呢 引起了轰动 因为路德胆敢呢 反对那个 当时最大的权威 一个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 他叫查理武士 一个呢就是教皇 路德以一个圣驴 一个大学里的老师的身份 直接呢 对那个僧侣 对教皇 对皇帝进行了反抗 所以路德在开始的时候呢 被德国人认为是个大的英雄 但是路德的思想呢 比较复杂 他的一些概念呢 和人文主义者呢 是有差别的 所谓人文主义运动呢 主要是研究 希腊罗马古典学问的 这样一种优秀文化 然后用来改造社会的运动 这个运动呢 当然就是和意大利的文艺复兴 联系在一起的 在意大利呢 我们出现过淡丁 彼得拉克 伯加丘这样的人物 然后到路德时代呢 我们知道还出现了一个人物 叫马基亚威里 还出现了一个人物 我们叫伊拉斯摩 那个马基亚威呢 是1527年就死了 伊拉斯摩可能活了长一点 那么这样一些人物呢 他们都是属于 那个人文主义系统的 那么人文主义运动呢 和宗教改革运动呢 他们是有一致的地方 他们有一致的地方 他们也有不一致的地方 人文主义运动 和宗教改革运动 之间的一致性 表现在哪里呢 他们之间的一致性啊 首先就表现在 那个他们呢 都希望改革教会 都希望改革教会 人文主义者 要改革教会呢 他就觉得教会不够好 不够纯洁 经常要搞腐败 所以他渴望的是一个 纯洁的教会 那么这一点上 马丁路德并没有 否定 马丁路德也希望教会不腐败啊 也希望教会能够 能够变得更好啊 所以呢 他们都怀有 对那个建设教会 进行改造的 改革的 这样一个良好的愿望 只是 那个宗教改革家呢 他是从自主上去看问题的 他是从神学的根本处 去看问题的 而人文主义者 改革教会呢 主要是从人的道德方面 去改革社会的 所以人的 人性应该改变一下 那么人成了 有良心的好人 那教会不就自然好了吗 而马丁路德在这一点呢 比较深刻 他认为不是这么简单 不是好人坏人 而是自主的问题 所以这是他们的 比较相同的地方 和他们的不同之处 第二个情况 就是那个 人文主义者 也要搞文化普及 所以他们也翻译圣经 尤其那个 伊拉斯摩翻译了 一个圣经翻译也很精彩 所以马丁路德也觉得 一定要把圣经 送到每个老百姓人手里 所以他也要翻圣经 我们说呢 这种圣经的翻译呢 对德国的语言 是很有帮助的 我们说英国的语言 是由莎士比亚奠定的 英语本来是没那么好 但莎士比亚戏剧 写得如此之好 结果呢 就把英语给弄上去了 变成一个近代的英语 就产生了 然后那个意大利的语言 是由淡丁弄好的 因为淡丁出版了一本 很好的书 叫做神曲 那本神曲 一次一次翻版 结果呢 就奠定了近代的 现代的意大利语的基础 还有德国 好的德语是怎么来的 是马丁路德翻译的圣经导致的 马丁路德那个圣经翻译得太好了 结果圣经的语言 大家就跟着学 所以马丁路德的圣经呢 还有一个副作用 就是他呢 奠定了近代的德语 兴起的那样一种基础 所以呢 他们对翻译圣经都很注重 那么他们对古代的那些圣贤 就是对教会之父都很看重 马丁路德最喜欢的人 也是圣保罗 然后也是奥古斯丁 那么伊拉什摩最喜欢的人 比特拉格最喜欢的人 我看也是奥古斯丁 那么这样一来呢 他们都是追溯到原始的基督教里面 追溯到罗马时代的教会的传统里面 所以这一点呢 他们也是有很大程度的相似的 那么第三个情况 第三个情况 因为他们就要改个社会 改个教会 因为他们就要好的那个圣经 那么还有第三个情况 第三个情况呢 就是说他们也要改变能性 在改变能性的问题上呢 他们有所不同 那个也就是说呢 那个伊拉什摩 但丁这些人呢 都认为人性是可以通过教育来改造好的 人是有缺点 但是通过教育 通过文化 通过人文主义 那个文化的学习 人就可以变好的 那么路德对人性的那个作用呢 想象的比较坏 在这一点上呢 路德和马基尔威也是比较接近的 都认为人性 因为身上一种邪恶 人就倾向于走向邪恶 除非得到什么 得到上帝的拯救 所以路德在人性观上呢 认为人性的一些东西呢 不是靠你学习文化可以改造好的 而是你相信上帝可以改造好的 所以那个路德的人性观 和人文主义的人性观呢 之间是不一样的 路德的人性观里面 认为人不可能自己通过学文化 就变好 这个观点是这样也可以理解的 我们经常看到有些人学问很高 有些人那个学问渊博 但是他不是个好人 这样的情况是经常发生的 路德就认为 人学了知识 不一定能够改变人性 那人怎么才能改变人性呢 那就是人相信上帝 相信上帝以后 上帝会对你起作用的 你每天读圣经 圣经会对你起作用的 还有圣灵 圣灵是上帝的能量 他也帮助你 结果人会变好 那么人文主义者认为 主要是学文化 主要是读一些好的书 优秀的文化 能够使你有知识 那么知识就是力量 你具有了 拥有了知识 你就认得清 什么是好 什么是坏 你就有了分辨能力 结果呢 人是不会拒绝 任何好的东西的 这样呢 人就慢慢地从一个 比较本能的人 比较原始的人 变成一个文化的人 变成一个文明的人 所以呢 这方面呢 对于人性上面呢 他们是有区别的 那么他们之间 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 就是路德呢 就是希望脱离 罗马教会 港民主教会 而所有的人文主义者 包括但丁 包括伊拉斯摩 甚至包括 马吉拉维里 还甚至包括那个 托马斯摩尔 他们都不主张 脱离教会 为什么不主张 脱离教会呢 就是教会 也是没有次序中的 一个次序 尤其他们 都怀有一种理想 建立一个基督教的皇国 基督教的皇国 以什么为中心呢 当然以罗马教庭为中心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路德非常激进 路德为什么认为 是非常激进的呢 因为路德认为 教皇 他们推行的是一条 是一条 人质的道路 这个人质的道路呢 他把自己拔高了 认为自己身上 有神圣性 所以这个东西是有害的 这个东西是反对 那个圣经的 所以呢 路德应该取消 但是那个人文主义者呢 却把那个 世俗的教会地位 看得很高 他们也没有过高的去 崇拜那个教会的神圣性 只是觉得 它是个县设机构 如果你把那个县设机构 给那个取消了 那就会在欧洲 造成更大的混乱 所以呢 所有的那些 人文主义者呢 都不主张脱离那个 罗马教廷 那么所有的宗教改革家呢 他们主张呢 搞分离 这是他们之间 很不同的一点 那么这之间的 很不同的一点 那么还有一点呢 就是我们可以顺便来说 就是人文主义者的 那个情况呢 表面上看呢 是显得比较的温和 因为人文主义者 不是叫你学文化吗 他们主张的东西呢 也是比较的那个温和的 没有叫你激进的 但是马丁路德 从表面上看呢 是比较激进的 因为他提出 要进行宗教的改革 要和罗马教廷的分离 但是呢 在激进和保守的问题上呢 实际上 人文主义者有个概念 这个概念和路德 是不同的 这个方面呢 是很值得拿出来讨论的 这个概念叫做 人间天国的概念 我们假如去看淡定的神曲 或者我们去读一些 伊拉斯姆的书 我们都感到呢 人间的爱和天国的爱 是相通的 人间的行为 和天国的行为 好的行为 都是一致的 你去看文艺复兴的话 有一幅画就是 上面来的一个天使 他的手伸向人间 人间有个人 那个坐在椅子上 他的手 去握那个天使的手 结果呢 人间和天国呢 实际上呢 就是可以沟通的 也可以变成和谐的 所以从那一个观点来看呢 人文主义者 更强调的一个概念 叫做 人间和天国接近论 人间和天国怎么接近呢 那就是人间呢 慢慢的向 伊甸园的方向发展 在上帝的感召下 就是可以建立一个 人间天国 那么路德在人间天国的问题上 是有保留的 路德认为不可能啊 天国就是天国 人间就是人间 这是一个不能逾越的界限 怎么可以呢 而那个人文主义者呢 他们都认为 只要你向神去学习 只要你每天想着上帝 只要你修身养性 结果你可以把人间建立成一个 道德的新社会 文明的新社会 那么你可以建立起一个 人间天国 那么这样一种 人间天国的概念呢 在现实上 它是接近的 因为这就号召很多人 为建立人间天国而奋斗 人间天国的计划 人间天国为主习